大家好 我是天狼 天越来越冷了 已经快进入冬季了 但是很多地方还没有 霜冻还没有来临 月季还在长 还在开花 那么很多花也就在纠结 那我这批花应该是最后一波花了 那开完了 接下来这花我是怎么弄 我需要怎么处理 要不要修剪 那么今天天狼就给大家讲 首先第一个 千万不要修剪 第二个 这些茶花放在上面 也不要管它 给它去 那么第三个就是 浇水的频率要降下来 土呢 一定让它稍微偏干一点 只要叶片不打捏 那么就可以 雪的差不多了 花盆变轻了 这时候你再浇点水 肥料呢 如果是给肥 尽量以林甲肥为主的肥料 尽量里面不要含有氮肥 那么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植株快速得到一个信号 我快要进入冬季休眠了 我开始累积营养了 我开始停止生长了 我们控水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它 因为水一多 植株就容易去发芽生长 那么我们不修剪的原因是 一旦修剪了 你看这下面这些芽 鼓鼓的芽 就会长来 如果你不剪 这些芽就在这一直鼓着 到明年春天长得才有力量 所以说我们现在做这些 都是为了明年春天做准备 那修剪啥时候再剪呢 明年最冷的时候 进入一月份 咔咔咔 你想怎么来怎么来 但是现在11月份这一阶段 不要去动它 好了 我是天狼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来说夜景 感谢观看 小蜜 感谢观看